眼皮疙瘩 基本上眼皮的手術都建议经过医师的评估 有些患者假如眼皮非常的垂 甚至有前额下垂 眉牙眼的状况 可能需要合并前额拉提或者是提眉的手术 那假如眼瞼下垂的部分的话呢 就要做眼瞼下垂的矫正手术 单纯只有双眼皮的部分的话 则要看有没有泡泡眼 脂肪过多 还有眼神的部分 基本上漂亮的双眼 包含了皮肤的多少 双眼皮的高度 还有整体无关的和谐程度 建议经过医师的评估 还有跟患者的讨论 找出最适合每个人的手术方式 这一段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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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